路邊銀色小轎車 詭異停車法 前方空間明明這麼大 卻把車身後半截露出車格 引發網友熱議 是車主技術太差 還是刻意閃避停車主 可能也是不是故意的 因為有時候停車 就是會不小心 停出去格子外面 就是這樣子用停車格 很不許 我覺得蠻好笑的 可是它還是有使用到 我覺得還是要收費 因為從今年三月起 南投市路邊停車收費 停車格旁就有三角柱體感應設施 疑似有民眾耍小聰明 閃避電眼 甚至將車子停在兩車格間 我們車主就是拍它後車牌 那後車牌有人就是會往後移 讓車主去拍到車身 這個時候我們系統端 就會通知前台人員 然後前來補助拍照回去 影響到其他人使用權益 那停兩格我們就會開兩格的單 營運人員現身破解 別以為鏡頭捕捉不到車牌 就能規避停車費 這個我們的智慧停車柱 是可以偵測到 你沒有完整的停在停車格裡面 沒有停到停車格裡面 是屬於違規的動作 也有會被告罰 罰款的這個情況 路邊停車收費上路 停車亂象成為奇景 使用者付費別貪小平宜 反而違規受罰 民新聞張家維南投報導 好